3月25日 成龙张灵芝在上海某国际月子会所 为爱子九九举办了双满月庆贺及月子生活发布会 当天刚满两个月大的小九九首次公开露面 面对镜头拍照丝毫也不躲闪 颇有父母的明星范 自1月28日张灵芝顺利产下儿子小九九后 两人的知名度似乎也随着儿子的降临 而得到了更多网友的关注 据悉张灵芝所入住的某国际月子会所价格不菲 双月子的花费甚至高达了78万元人民币 对此身为丈夫的成龙坦言 只是因为心疼老婆 两人在现场你浓我浓的儿语更是幸福满意 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在灵芝身边 所以她真的挺不容易的 宝宝今天也那么大 今天撑下了你九斤八两 记得我刚刚刚生出来 把宝宝抱到手里的时候 是五斤三两 刚生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月她的整个生理状况 什么都非常好 而且林芝一直在坚持用母乳在喂养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对林芝来说 继续加油 可能九九还是 她就天天就打电话 老婆我想你了 你想我吗 就天天讲 是你说老公我想你了 没有没有 大家说实话